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他当作鼓励人家的话 其实不是的 人的心里非常怪 我们做了任何一件不好的事 心里会不安 不快乐 内心不对劲 这个不安不对劲不是对别人 而是对自己 慢慢脸色神气都会变坏 精神弄走样了 假使你真正无条件绝对的行善 帮助人家 有利于人家 做了一件好事 心境自然非常快乐 那个快乐不是道理上讲得出来的 所以 善的行为在中国医学上 或依阴阳家来说 是属于阳的光辉的一面 是开发性的 而恶的行为属于阴性的 它是收缩的 紧张的 会使自己起恐惧感 痛苦感 那么 这个善恶的行为 在心理上的差别影响 心理的状况 又影响了自己的生理 有这样的严重性 因此 真正修一切善救助众生 人性的光辉自然发生 智慧便逐渐发起来了 一念善心起 智慧必然开展 甚至立刻就变 这就说明了一种违心的功能 在善恶差别的作为上 它的作用是有这样大 这个力量只能拿物理的道理做比方 而没有办法用物理学的方法去做说明 因为心的道理的微妙 不是观察物性那类方法所能界定的 这可由你自己去测验看 做一件真正的善事 自己内心有讲不出来的舒服 那一天 觉也睡得特别的好 特别痛快 因此 如果这样累积善行下去 那个自信的光明 你不要打坐 不要盘腿 都出来了 盘腿打坐修禅定是消极的行为 不敢去为恶而已 还少积极的善行 所以菩萨道是积极的行善 你不要打坐 禅定境界一样的到达哦 而且到达得很快 善是代表阳 所以我们中国讲修养为善最乐 那不是理论 是一个实际的事 人真正做了善事会非常快乐 快乐不是高兴 高兴还不算快乐 因为善的思想代表阳 所以做善事是阳机发动 阳气就充满 生机就充满 做坏事 忧愁苦怒代表阴 所以人在忧愁苦怒之中 或做恶事做得越多 阴气越来越重 普通一个看相的也看得出来 人死后如要往生天界 非修功德行善不可 严格来讲善行与禅定有关系 道家的观念以为善能生阳 恶能生阴 但以禅定来说 四禅八定就是由人生到天道的必经之路 三界天人表上已列得很清楚了 修定 修到初禅再配合十善业 可以生到某种天道 二禅以上亦然 反复与外道除了真正禅天的中心 无法进去以外 严格讲起来三界之中 凡夫都能去得 都能往生 升天不一定靠禅定 升到天界的外围边区 是靠善心与德行 所以善人必定升天 不过很可能升在天的外围 外道也一样 因为一切外道与正道 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劝人向善 如果劝人为恶 那叫魔道就不谈了 这里讲四禅 为何只拿禅定来标榜 不拿善事做标榜呢 因为凡是人真心为善的 多半就是凡夫禅 心境上一定比较清静 照中国文化来讲 善心生阳 邪念是阴的 所以烦恼就来了 天人境界只拿禅定来比方 包括了善 而有些经典 讲善道升天时 就不提禅定 不论怎么说 有一个基本原则 就是想成仙 要修无数功德 无数善行才行 什么叫善行 以道家标准 一个人危急了 濒临死亡边缘时 把他救出来 起死回生 这样算是一件善行而已 以这个为标准 要满三千善行 数千功德 才够得上修天仙 其他儒家 佛家都是一样 佛家要求我们 起心动念 内在的思想行为 要转变 但据我所知 一个个的心形 都没有丝毫动摇 太可怕了 为什么不能正果 是自己心里的结 没有打开 八十八节使得结 根深蒂固 如果大家在心形 行愿方面没有动摇 不要谈四禅八定 更不要想谈正果 老师说一个人真做了一件善行 这一天盘个腿 打坐看看 马上就不同 气脉马上就不一样 心境马上就扩大了 这个是绝对不能欺骗自己的事 不要说真正善的行为 或内在的善心 今天如果真把贪嗔痴慢疑 这些毛病解决了一点 那个境界就不同一点 大众对《道德经》中 上善若水的概念非常熟悉 在做白话解释时 往往会根据字面意思解读为 上等的善行应该如同水一样 或者上等德行的人 具备如同水一般谦卑 楚下 力万物而不争的品德 从字面意思理解 或者从教化世人与人为善的角度理解 这样的解读都是合情合理的 但仍然有人会提出疑问 难道善也要分出上下高低 三六九等之别吗 道教是一门宗教 必然有其宗教之社会意义 道祖在《道德经》八十章提出了 小国寡民的思想 指出如果人人都能尊道而行 日常的言语行为都符合本然真性 而没有撕心杂欲时 那么整个社会也就再无任何不公平的现象出现 人们不再生出过多的贪求 所以即便有十百之气也都无所可用 小国寡民并非是指要让国家变小 百姓变少 而是要摒弃向外扩张的大的概念 明晓自我之于天地自然而言的渺小 所以才能敬天地 为鬼神 法先祖 宗教化 人间的社会秩序 才可以和谐共生 想要实现这一伟大的理想 第一步基石便是收回人们因贪 因着的心思 贪恋产生于未得和不知足 因心中有欲而深又不能得 所以就想使尽技巧 愉悦规矩而为自己行方便 从刚常伦理的层面来说 这便是恶心恶行产生的根苗 所以教化的意义在于使人们认识到贪恋 终将会导致的祸患 道教劝善书 太上感应篇中说得明白 祸福无门 为人自兆 因为今天产生了不好的心思 并做出了伤害他人利益的行为 只是为自己种下了恶因 日后也必定会承担这份恶果 不明大道之人 看不到万事万物之间的联系 不明白此时因和后时果之间的必然 所以总是贪图一时的畅快 待到果报临身时却又后悔不及 由此也就凸显出以善为教化的重大意义 道教讲善是从多个角度来理解的 世人口中常说的善恶之善 己生肉体凡胎便是有形有相 有贪有恋之体 又因为每个人的根气不同 有的是被自己的贪念牵着肉体走 有的人则会心生慈悲 不忍因为自我的一时贪欲 而使他人他物受苦 这样一对比就有了善与不善的分别 道祖当初见舟之衰吸引而去 是因为当时的人间太多不易争杀 人人都成了欲望的奴隶 所以才会导致天下大势的衰败 若想避免这样的结局 就必须要从源头上杜绝产生过度的 不合己身之道的念头和行为 劝导人们要与善、示善、行善 唯有以善念对众生 才能彼此互不相伤 才会把纷乱世界变成人间桃源 儒家孔学曾提出克己复礼的思想 需要人们能够守住自己的本分礼节 而不妄作妄为 如果人人都能守本分 天下又怎么会有纷争呢 在这一点上 儒道两家的观点有着高度一致性 但劝善 其实已经是在降本流没之后 而行的副本还原的手段 使天下已经产生了恶 人们才意识到善的珍贵 这是后天的降化之功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